可是一般來講就比較少提到這樣子 不要說社會記者不敢提了 對不對 大哥也不太敢提 這一次的話 為什麼大家會發現說 這是這麼嚴重 因為他這個貨運 其實在美國要出去的時候 就被查到了 美國的時候 其實美國人已經知道說 裡面應該有問題 但是一樣讓他走 走的問題就是到了臺灣之後 讓他去領貨 報官也OK 領貨的時候再回頭去抓 那回頭去抓的時候 就發現這個大哥 應該是有美英會的一個背景 那麼回頭去看 其實你看這一次總共多少錢 十八億 那你知道他的成本差多少嗎 我們簡單的換算一下 不是他們為什麼從美國進 據說是因為美國 現在大麻合法化 沒錯 然後美國的大麻又崩盤 沒錯 所以那個價差很大 你知道在我們的信義區 周邊的夜店 你要拿大麻的話 一克你是拿大麻 一克大概是兩千塊 你大麻花比較貴 大概三千到三千五 這是一克的價格 可是你在美國買一克 因為現在都合法了 所以他的價錢是 砰 他的K線是崩跌的 對 他一克大概一塊三 一塊三美金 一塊三美金 大概四十三塊台幣 因為他現在是合法的 四十三塊台幣 到臺灣賣兩三千塊 賣兩三千塊 所以你看這個生意能不能做 以黑幫來講的話 我當然要做 你看這個打開之後 你看這裡面 咚咚咚咚 可是他真是不夠專業 為什麼呢 因為他這次的貨櫃 你的運費 大概就一兩萬的美金 可是你這裡面 你的曝光 都是一些小費 所以其實美國人就想到說 你怎麼可能運這麼 運費這麼貴 結果你爆的東西 你這些家具椅子桌子 這麼便宜 一定有問題 所以裡面都是什麼 都是大麻花 大麻花 其實在過去來講的話 通常到臺灣 然後去拿了之後 兩天就會分銷完了 所以在兩天的期間 你這個大盤 大概賺了十億 至少就是十億就有了 所以他回頭看說 誰能夠做這門生意 一定跟美國有關係 所以查出來這個大哥 就是跟美英會 有一點點的關聯 那這個大哥以前 其實他是海盜幫的 大家有沒有聽過海盜幫 海盜幫其實在過去來講的話 包括竹聯 包括四海 包括松蓮 那海盜幫就是現在 在101附近 四四南村 以前眷村的殷娜 他們弄了一個叫海盜幫 那為什麼叫海盜幫 其實也蠻特別 那個時候在 大概五零年代六零年代 那個時候不是有一部電影嗎 叫海盜 叫海盜 美國好萊塢電影 所以他們就是看了 這個好萊塢電影 就覺得說 我們要跟他們一樣 所以就在這個 無星街的山坡上面 煞血維蒙 就叫海盜幫 而且你要入幫 很多人不是要煞血維蒙 或是有一些切手 他們是你要入幫 要先去看這部電影 所以 你說自己的家 對 真的啦 所以後來他們就叫海盜幫 那海盜幫為什麼跟美英會 會走在一起 其實因為他們有一個高層 陰暗 然後就到美國去深造 到美國去深造之後 其實有吸收了很多華青那邊的陰暗 那他們其實做 第一個 他們的語言都非常的好 雙語流利 他們是黑幫裡面 最重視語言能力的 然後他們做的很大的一個部分 其實你看陸陸續續 除了這一次的大麻 之前也有查獲到一些毒品 他們美國也熟 台灣這邊也熟 所以往來這一塊 第一桶已經賺到了 所以其實海盜幫裡面 跟美英會裡面 其實包括像我們講的大尾 調皮 妖狗跟小偉 他們都是有海盜幫的一個背景 他們專門都做這些東西 好 所以有句話 海盜幫跟美英會關係廢棄 對 那美英會 那就是江湖上人人聞風喪膽 對不對 他跟華青幫有些關係 沒錯 其實他們在美國那邊 其實就是有合在一起 那台灣那時候 為什麼大家會知道說 美英會大家都有一點 吞吞一下 就是會趕吞吞一下 其實就要講到他們的一個 四季 四季淵醜 那個時候 其實我們知道 海盜幫那個時候 不是在101那邊嗎 四季淵醜 後來有一塊土地 是祭祀公會的土地 也是在那附近 也是在101附近 那個時候 大家知道說 那個土地 以前是沒人買農地 在101那邊要變更 那大概是十億 而且在民國七八年年代的十億 是有多大 那個時候 其實松蓮的秦志偉 他叫志偉 那松蓮幫的幫主也出外喬 四海這邊也有大哥出外喬 那還沒喬的過程當中 雙方就互相開槍了 互相開槍之後 志偉就到了大陸的廈門 他就想說 那我就去那個地方避避風頭 那他每一天 就是會跟他的家人去散散步 然後到了傍晚的時候 就固定到一個茶餐廳去吃飯 他吃飯的時候 他也是故意 就是抓一個背板 就是牆壁的後面 然後小弟就會在門口看有沒有人 來 要對他不好這樣子 就有一次 就是有保鏢 他的保鏢其實已經注意了外面 但是沒有注意到旁邊就有兩個人 他是從早做到完的 所以志偉進去的時候 沒有注意到殺手 已經等了他一天 竟然就在廈門 砰砰砰就把他給打死了 他打死之後松蓮就生氣了 就想說我們的人 其實恩怨是這樣 什麼事情都可以喬都可以談 那我們的幫主已經到了廈門去的話 你還派人去追殺 那當然就是心裡就是很保護 有點趕盡殺絕的味道 對 有點趕盡殺絕 好 那時候江湖傳言 就是四海的大寶 陳永和 好像是跟這個案子有關係 但是陳永和也是不在怕嘛 他是外省掛了第一大幫的幫主 他是四海幫嘛 對 在四海幫 後來在海珍寶 海珍寶是什麼概念 是他自己的公司 他自己四海的餐廳 在那邊吃飯的時候 就是江湖上相當有名的 一高一瘦 一矮一胖的殺手 就進去 就對著他叫做大寶 然後他回頭 因為在禁酒嘛 回頭直接棒 直接就開槍了 在他們的地盤上 對 在海珍寶 在四海自己的餐廳 四海幫的地盤 對 所以那天與會的 大部分都是四海的哥們 好 那時候 夏哥也在現場 夏哥的喬非常好 看到有人開槍 他直接椅子亮了 丟上去之後 就往前衝下去搶槍 結果另外一個 他不是兩個人一高一瘦嗎 另外一個就再開一槍 直接打中臉部 也是當場就 夏哥就走掉 那個時候 所以當天死了幾個 兩個 對 夏哥跟大寶都 大寶哥都走掉了 都在現場 對 都在現場 然後這兩個人 當初的 當初刑大大隊長 跟當初的臺北市長 都開記者會 限期破案 這沒有問題 江湖火拼 這大案 對啊 就直接拿照片 就這兩個人畫出來了 是真的會江湖火拼 對 一定江湖火拼 四海幫 外省掛第一堂 在自己地盤上 被人家槍殺 所以那個時候 直接開出來說 照片 然後一高一矮 一百七十幾公分 然後怎樣怎樣 一胖一瘦 一胖一瘦 就直接要抓 二十年過去了 抓到了嗎 沒有抓到 所以他是懸案 他是懸案 就是大家都已經看到他的照片 然後其實影像也都出來了 但是就是抓不到 那後來一度懷疑 會不會是職業殺手 一定是職業殺手 現在來講的話 其實在台灣有幾個案子 都是這樣 都是進來開 開完就走 然後你去問的時候 就發現說 他們有一些ABC的一些腔調 可是你看到目前為止 根本都抓不到 海外殺手 到陸續這幾年 你看桃園的大黑人 被打死了 也沒有破案 沒有破案 內湖的製作人 啵啵啵啵啵 打完一個彈夾 騎腳踏車走了 腳踏車 機車 機車 腳踏車 我想說殺手 騎腳踏車 然後到本化就走了 所以這 為什麼大家不太敢提這個 提這邊 因為什麼時候 啵啵啵啵啵 你不要一直指著我 啵啵啵啵 沒有人知道 對 好 所以明英慧漢 四海胞會不會有可能是世仇呢 不過我們回來講 這起史上最大的大麻走私案 他是大麻壓成磚 然後藏在家具走私進來 對對對 其實藏在家具還算素雄 聽說藏在什麼蘿蔔乾 也有鹹菜 裡面也有 沒的都有對不對 甚至於包括在上 人家做好的那個白色 那個白米 一層兩層的 就交給飯店那種白米 白米也可以把它弄成真空 下面把它用保鮮膜做起來 一層兩層 藏毒 這是大陸的手法 但是不是說非常的專業 那因為你藏毒 他是想盡辦法 就是把這個毒 從A運到B 是 那這臺灣的一樣 臺灣早期 像我在八十七八年的時候 我管萬華 那萬華很多學生 他國中生比較沒辦法找 會參加一些那個廟裡的頂頭 那廟裡的頂頭 有時候會給一些小孩子 吸那個 安非他命 那因為有個家長 算是還對於那個小孩 還有一點點希望 抱著一絲絲希望 因為還是雙薪家庭 很多人以為說 北家長都是 自己阿嬤帶大 不然是自己一個單親家庭 是不一樣 也有建差中學的 在那邊當八家鄉的 建差中學也有 都有 差中中學了 對... 所以是... 真的 所以我才說 有的爸爸媽媽會覺得說 奇怪 這孩子回來怎麼家裡 傻心... 那就強迫問 為什麼你這幾天是 學校讀書不專心 還是你發生了什麼事情 就報了案 報了案才知道說 原來我的孩子 念到高級學府的阿厚 應該叫做插國中學 對啦 南海路亞 對啦 我知道 我在十五元旁了 他居然說 還會去跟人家參加頂頭 怎麼可能 我孩子怎麼可能去參加頂頭 那就去萬華的桂林派出所報案 桂林派出所轉到我們少年隊來 少年隊就... 沒有任何證據 北家鄉 你廟人也沒辦法 你不可以管 你不能管人家廟裡 因為很多八家將 不是在廟裡的 他是在外面一個社 一個頂頭 上面一個大頭 下面帶了一些小孩子 類似像社團活動 對... 我們就把這些小孩子 通通帶回到警察局 九個孩子通通... 毒品反應 都是呈陽性 全部都吸毒 每一個都吸毒 可是在87年那個時候的小孩子吸毒 不像現在的行責那麼重 就是... 兒哨法 然後也是毒品案 但是他會給他機會 會把它吐銷就對了 但是我們追溯這個源頭 追溯這個源頭就把他那個... 知道毒販比較重要 對啊...就把他的那個... 頂頭這個版主叫來 傳論過來 你怎麼... 怎麼會問... 為這些孩子吸毒的 你說... 他怕這樣跳的時候 不夠力了 你如果... 跳那個北家鄉 怕他不夠力 扛那個那個... 七爺八爺那個神這樣 怕不夠力 所以給他訴一個這樣 然後問他說 那你的藥從哪裡來的 他說... 我們廟口頭前一個桌倫椅的 桌倫椅的 桌倫椅的 桌倫椅的... 桌倫椅的... 芋蘭花一支桌倫椅 怎麼可能不芋蘭花 哪有可能 你看你那個看 然後他就等十塊給他 他就是手一隻 是藝枝啊 雞啊...雞手啊 然後你去 你要跟他講 阿關叫我來買花 你一定要用阿關嗎 美麗的花要用阿關來講 芋蘭花... 你這麼說話很會聊天 很會聊天 對... 他聽說 阿關叫你來買 這支手 把扁開 就塗一包菜 所以那個毒品藏在益枝裡 藏在益枝裡面 那個益枝一拉出來裡面 五六十公克 那個一公克一包嘛 剛剛玉峰講 一公克的大麻 在原產地 美國可能一點多美元 他說三四十塊而已 在台灣差不多兩千多塊 在日本六萬 日幣 因為也差不多四千塊 所以越往日本越危險 所以他價格越高 所以一拉出來那些 那個... 安非他命 後面當然是有供應鏈 我們當然只有把後面的供應鏈 都抓出來 我們就說 他公然可以在廣州街 就在賣毒 另外一件在新泰路 以前地下室上去 右邊有個阿哥哥舞廳 現在一個打籃球場的 那個阿哥哥舞廳 那是搖頭店 那搖頭店很多 ABC回來的 那有一二樓 那ABC回來 哪有那麼多大麻可以戲 可是他國外 可能加拿大 有的國家他是開放的 他回來他透過他的朋友 我說很奇怪 我想不到ABC回來的 我們帶的小學都比較漂亮 我們帶的都是一隻恐龍 不是 鱷魚 他們帶回來都是很漂亮的妹妹 那有一個藝人很有名 他藝人的親哥哥 就在那個搖頭店 在賣 賣這個三種乳瓶 有時候搖頭彎 賣那個 迷津 性侵藥丸 還有賣那個大麻 大麻有分兩種 一種是大麻花 一種是大麻葉 那他賣這些東西 我說那個藝人姓高 他哥哥也姓高 因為是被我們親自抓到的 那我們抓到他的時候 也是要術語 我不曉得他賣東西都要術語 阿關叫我來買花 沒有 這不能叫阿關 那個妞妞說叫我來賣米酒 連妞妞都搬出來了 妞妞叫我來賣米酒 米酒我們台語怎麼說 海桃 所以米酒就是搖頭彎 仁俊公叫我來賣 賣米酒 炒還是 大麻 然後他那些東西都沒有放在店裡面 所有的通通都放在外面的花盆 那花盆 我們外面不是很多人 抽菸啊 那就是他的小弟在旁邊 顧那個東西 那個花盆他拿起來什麼就是毒 所以這個案子當時社會新聞也有報 那因為這些毒蟲毒販 他要吸食的這些 我們講二級毒品 有三級毒品 其實他會想盡辦法 那個利潤不是只有講說 一塊錢美金到台灣變 兩千多塊美金 不是只有這樣而已 他那個是以 把你養成之後 你會再去像老鼠餓一樣 越幼越多人 越拉越多線這樣 就算了吧 後面再也要 伯雇 這就是 成績 成績